嗨,大家好,我是榴莲哥阿姨 很多人问我,要怎样才可以选最好吃的榴莲 这门技巧可不是简单的哦 要学习这门技巧,你一定要经过长期的训练 还有专人的指导哦 话虽如此 古人说,世上无难事,最怕有新人啊 当然,今天我要教大家的事 就是最简单的入门技巧 看到最后,你就学会到怎样选择最好吃的榴莲 好,现在我就带大家过去看一看 怎样选最好吃的榴莲十大tips 如果你觉得这视频对你的朋友有帮助 记得分享和订阅哦 第一,我们要拿起榴莲 选重量比较轻的榴莲 一般上这种榴莲都是手透的 二,敲一敲榴莲的外壳 听一听它的声音 要有那种空空空洞空洞的声音 这种声音是干包 干包的榴莲哦 三,不要显有裂开的榴莲 这些榴莲是不新鲜的 第四呢,选要有庞沙的榴莲 避免你买的一粒榴莲呢 只有两个榴莲可以吃 五,嗅一嗅你想要买的榴莲 味道越芬香啊,榴莲又越好吃 六,拿起那粒榴莲 把它摇一摇,要确定有声音的 那就是好榴莲啊 七,注意榴莲吃 尽量显硬榴莲吃 和密度不高的榴莲 那就是good榴莲啊 八,看一看榴莲的肤色 尽量显不要橙黄色的榴莲 青色和棕色的榴莲 都会比较健康的 九,最好显比较圆形的榴莲 这种榴莲一般上果肉 都会比较饱满 十,选择新鲜的地头 这种新鲜而好吃的榴莲 是在外国吃不到的啊 好,我们学过了这十大节招 你出去买榴莲就万无一失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 记得分享出去 更多的朋友认识到榴莲 才不会买到坏榴莲哦 好,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下一期为大家带来更多 帽山王榴莲的知识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